主料,米粉50克,辅量,红薯,紫薯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材料准备好,将红薯和紫薯去皮,将红薯和紫薯切成滚刀块,锅中放入适量的清水,点火加热,将米粉用少量清水冲开,防止下锅后结团,水看后将米粉糊倒入锅中,中火煮开。 然后将红薯和紫薯倒入锅中,小火慢慢的熬煮,直至粥变粘稠,熟成熟即可关火,烧有甜味,顺滑粘稠的双薯粥,可以享用了。 烹饭技巧,红薯和紫薯的快步一切太大,紫薯较干,易散,可以后放入,米粉用清水化开,各方是入锅后结团,水看后小火慢煮粥更粘稠好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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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